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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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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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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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Jordan Ryan無安 阿騎無安 天天無安 不想像吧 無安 Hello 北極熊 查德無安 大家無安 大家現在 在買午餐了嗎 我今天 有准席拍喔 小果面線無安 錯想無安 中安 好慵懶 好評 午安 準備吃午餐 我不知道我的午餐要吃什麼 昨天沒有買麵包 因為我很久沒有吃麵包了 我平常 午餐其實吃很隨便 就是 我之前有一陣子都是吃 那種 古物棒 然後配 黑豆漿 對 可是那個古物棒 最近被我吃完 然後我早餐 就不知道要吃什麼 現在家裡面只有一顆 包子 然後跟很多的 就是泡麵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在想 我不知道我午餐要吃什麼 沒有對吃有特別的欲望 昨天的晚餐吃了 吃了麻辣鍋 所以現在心靈上很滿足 不只一顆 不只一顆 我今天 我今天應該還好吧 偷你無愛 我今天有很保子 家園無愛 我今天好素 我要用一個可愛的 我今天穿青蛙裝用兔子是不是 有點怪怪 這首歌是黃美婷的新歌 我最近一直在 ROOP這首歌 浩浩瓶 這首歌 浩浩瓶 都可以 只要我們能在一起 Baby We could be alright 我好多 這個比較有氣勢 這個比較有氣勢 一個海人 哈囉 娃娃來了 今天怎麼早開播 其實也不早啊 我真是準時開播而已 這禮拜晚上比較忙 所以 也是久違的中午 開播 大家新年快樂 對新年第一播 我們能在一起 好浪漫 謝謝長糖 我們手裡 哈囉 冠魚 愛你 確診第四天還是兩條線 最近港澳疫情又大爆發 我爸爸媽媽也都確診了 不過我那個時候 確診了 我記得我到第十天 都還是兩條線 對 可是我症狀並不嚴重 我那時候 喉嚨沒有痛過 也沒有咳嗽 就是第一天有發燒而已 其他都沒怎麼樣 但是就是怎麼塞 都是兩條線 謝謝正元能換員票 好可愛喔 這首歌好適合中午很Chill的時候聽喔 好舒服 期待1月14Final Reset公演 記錯日期了喔 第一集是1月15 新年直接開始了 主要也就忙到公演啦 只是因為最近 要準備那個 除夕的表演節目跟公演 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最近比較忙 不過應該公演結束就可以 小小休息一下 在一起 謝謝男聊到兔的會員片喔 我在2022去過幾次卡拉OK喔 嗯 沒有特別算過 可是 嗯 我我去唱KTV的次數大概是 一年一次 就是會突然某個時間突然 突然好想要去唱歌 但是如果有別的朋友在揪的話 可能就說啊 就我最近唱過可能 之後再一次 所以基本上就一到兩次 大概就一年一到兩次 對 我很少去外面唱歌 因為我自己在家我就可以唱很開心 就是家裡就是我自己的 舞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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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去1月8號的錄影 喔 錄影是1月8號喔 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怎麼知道 我都不知道 錄影是你們可以來看的是嗎 我以為沒有觀眾的 有開放觀眾錄影 是喔 好酷喔 我不知道欸 我以為沒有觀眾 喔 所以是可以 哇 這個好康消息 趕快報給米粉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們可以去現場看 現場看一定很棒 而且 是怎麼樣 投稿抽票 要去哪裡抽 跟大家說一下 這很賺欸 因為你看就不用 公演你還要花錢買票 雖然說 除夕表演可能曲目沒有公演那麼多 但很棒欸 而且是全員的 很少有全員的活動 蛤 今天要公告誰能去 你們怎麼都偷偷來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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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很多粉絲也不知道 你們神通廣大 好厲害喔 今天聲音也輕輕柔柔的 因為 今天還沒有講過話 還沒有開上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粉絲都知道 是喔 只有我不知道 我還以為不能說 節目是預錄的 結果你們都要來現場看了 而且我還不知道會有觀眾欸 我以為 預錄現場是沒有觀眾的 好 哈囉 常鼠大弟 還沒有吃飯 還沒有豬子餓 等一下應該吃鮑魚吧 我的消息本來就比你們不流通 為什麼你們有秘密都不告訴我 你們也會被預錄進去 你們也會被預錄進去 對 謝謝光泰的會員票 除夕是上節目太殘忍了 也是啦 但想說可能有些人會 以為是live 太空無安 抽到的話 會選擇在台下看表演還是上台 這什麼 這什麼問題 這什麼問題 我本來就是要上台表演的人 我為什麼要去抽 我只是驚訝的點 是說原來現場是有觀眾的 我並不知道 因為 昨天我們還在說 現場好像是沒有觀眾的 就出名成員都並不知道 是有觀眾這件事情啊 大家都以為 現場沒有觀眾 因為我們有拿到那個舞台圖 然後並沒有看到什麼觀眾戲 所以我們 都以為是沒有觀眾 我們昨天才在討論的 這帶什麼笨問題 什麼叫做抽到要選擇在台下看表演還是上台 我就不用抽 我本來就要上台 再給我問笨問題 我為什麼要抽 我本來就要上台好不好 我不用抽好不好 我VIP耶 我直接在舞台上 HELLO 潘 表演完不下來一起看表演 隊員那天好像還蠻多厲害的陣容 對 但是我們表演的人通常 就是看不到表演 表演完就回後台 對 抽到了可以再多帶一個人 哪有嗎 你們要帶我 這麼好 這麼好喔 你不帶你其他朋友 HELLO 坤坤 我差不多可以來吃我的包子 這個包子也是鄰居阿姨給我的 剩最後一顆 但是肉包被我吃完了 他應該是芝麻包 笑哥很晚 欸我想問 對我看到笑哥的頭片才想到 為什麼 為什麼上禮拜六沒有更新間諜++9啊 是因為剛好跟跨年撞到嗎 我們每個禮拜都好期待看間諜++9 可是上禮拜怎麼沒更新啊 好難過 蛤結束了 結束了 怎麼會 怎麼會結束了 他沒有結束的感覺啊 蛤 他沒有告訴我 他結束耶 蛤 不是啊 他為什麼結束沒有 蛤 為什麼 他沒有跟我說 我一直等 想說 為什麼沒有更新 蛤 不是啊 他結束應該要有一個那個吧 就比如說我那時候看那個什麼 欸 我那時候看一個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有會長 有那個超級聰明的兩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喔會夜姬 講不出名 我之前看會夜姬的時候 他第一季結束 然後就是有一個 結束的感覺 然後 就是他手機壞掉 然後第二季就是要說他買了 那個 智慧型手機的故事 就是他是有 結束 然後新的一季開始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 間諜加加9 他沒有結束的感覺啊 接觸但是我們的就結束了 蛤 蛤 誰 為什麼你們知道結束了 我想說怎麼沒有更新 有接觸到主要目標 蛤 蛤 那不就還要等好久才更新 第一季的結束也讓人感受不出來 對啊 可是因為我 我其實看的時候已經第一季 就是我看的時候第二季已經出來了 所以 然後因為在 那個 那個 Disney Plus上面 它是 沒有分一耳機 它就是全部在一個Series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照順序看一下 雖然我並不知道 就是它中間完全沒有斷掉的感覺 沒有結束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直接這樣順看下來 然後 你們跟我說我才知道 原來我看到的是第二季 我還想說 第一季不是 怎麼大家說第一季只有什麼十幾集 我想說 我怎麼都看下去了 會出第二季劇場版的 其實大家覺得很好看耶 好好看耶 新的一季 新的一季 挖苦挖苦 這是跨季凡 對啊 分類都是第一季 所以 我不太有那種 什麼第二季 第一季什麼結束 就想 怎麼突然就沒繼續更了 所以可能之後也是繼續更新吧 就沒有那個結束的感覺 要改看別的 對我最近開始看 經濟之國第二季了 我昨天 昨天看第二季 我真的好愛經濟之國 我好愛經濟之國 我現在以一天一集的緩慢速度再看 他一集好長 他第二集 我記得他第一集才四十幾分鐘 然後第二集打開 看到一小時會昏了 想說 一定看不完 結果最後 我最後熬夜熬到兩點 還是把他看完了 然後再睡覺 我昨天把第二集看完了 沒有我本來想說 昨天練舞 結束回到家 然後我想說 一集四十分鐘 差不多 看完睡覺 然後結果一打開 我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啊 然後我就是 我就先看了 差不多二十分鐘 想說不行我要先去洗澡 然後就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 我就想說算了 能看多少就看多少 就看一看就覺得 還是看完好了 所以最後還是看完了 對 而且我很驚訝的是 因為我都知道 就是 因為大家都有預告說 第二集會有 三下至九是我的男神 然後 聽說有很揚眼的部分 所以非常期待 但是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他第一集 就給我出現 不是一般這種 三下至九全裸的這種 美好的畫面 不是應該要就是 掉大家的胃口 放到後面一點的集數嗎 結果沒有 他第一集就直接全裸 直接全裸出現 我是真的 對啊 就是這種不是一般就是 要拿來掉大家的胃口嗎 他怎麼可以第一集就給我全裸 我真的是 傻眼 然後第二集整集都裸的 這第一集是後半才出現的 然後第二集整集都全裸 然後還沒有知道 勝負是怎麼樣 好緊張喔 雖然依照這個 你知道現在第二集 那基本上主角 他們是不可能會輸的 因為這樣後面就沒得眼了 所以大概知道 但還是好期待第三集喔 大家不要劇透喔 我今天 我今天一定會看第三集 可能等一下直播完就看喔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花遊記我沒有看過耶 也是日劇是嗎 哈囉季風亮 阿啟無安 小酒無安 微微無安 我有竊笑嗎 沒有竊笑就是有點傻眼 就是 第一集就是 下巴掉下來這樣 第一集就承諾 有一點嚇到 不過因為 奶奶她是 原本就有看過 經濟之果的漫畫版 所以她其實 她已經 她已經快追完了 然後我就問她覺得怎麼樣 然後她就說 還原度很高 因為她說 漫畫裡 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是全裸的 這個 就是她說 她有很尊重 尊照援助這樣子 所以她說還原度蠻高 她覺得蠻不錯的 全裸很美好 全裸要看人啊 山下只有全裸很OK啊 在 第二 這就是第二階段地獄遊戲 對 所以我就說她很尊照援助耶 我覺得很棒 欸可是我有一點 我不記得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跟他們一起玩 遊戲的那個男生是誰 就是他們不是主人 對嗎 然後 有另外一個是他們說的壞人 我忘記她第一季是幹嘛的耶 我真的忘記她是誰 就為什麼大家看到她的時候 就一直不想跟她一對 然後就想說奇怪這個人 好面熟 但是我想不起來 她是誰 海冰片的反派喔 我怎麼對她沒有印象 為什麼我沒有印象 哈囉夢舞安 隔太久忘記 對啊 這第二季隔了很久沒 啊她又沒有特別介紹 我只有看她在回想的時候 我有印象對她就是 她不是在探討她自己到底是因為人格扭曲而被討厭 還是因為被討厭之後才人格扭曲嗎 而且我覺得 第二季跟第一季很大的不同 就是 第一季就是真的就是在玩遊戲 真的 就是 我很喜歡 對 但 第二季感覺她更多的是 在說 開始在 探究真相說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然後其實好像更多的是想要挖掘 人性最真實 最 最 赤裸的那一面 所以甚至用了全裸這樣子的出場方式 就感覺 對 第二季比第一季更多的是探討人性的 人的本性 對 大家是不是想畫一下歌 我一直repeat這一首 我來 隨機放一下 聽個Fujikash 誰很 但我覺得還是很 就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經濟之國 但有些人 有些人就說第二季覺得沒有第一季好看 但我現在才看到第二季 我也還不能下評論 但 就目前為止我覺得是 很棒的 五豆派老大的小弟 啊 五豆派老大的小弟 糟糕 是不是要回去補一下第一季啊 有點忘記咧 謝謝光泰的會員票 但他 那個五豆派老大小弟 有對他們做出什麼壞事嗎 黑桃Q可以跳掉 蛤 第二季嗎 不行 經濟之國沒有一集 沒有一集可以錯過啊 好 網路上比如說看完 所以很多人是看到黑桃 黑桃Q的時候 就覺得沒有第一季好看是嗎 好 我期待黑桃Q 而且我好喜歡三騎賢人喔 而且我跟你們講就是 看到三騎賢人跟三下之九演對手戲 我就覺得哇 好完美喔 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我喜歡的那個髮型 會不會很爛 就是因為我喜歡男生長頭髮 然後 就是他們兩個留的髮型很類似 就是那種 那種微長的那種 對阿 然後有點捲捲的 就很好看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 喔 這是兩個帥哥 超棒 然後那個握手 對不起 我小米妹 那個髮型是漫畫原來的髮型 喔 那真的還原度很高耶 我就是喜歡那種漫畫裡面的髮型 而且重點是放到 限時他們還這麼的無違和耶 就是 他們就是漫畫裡面走出來的男生 好棒喔 我不是喜歡蘿莉嗎 我喜歡蘿莉啊 我喜歡蘿莉啊 可是 長頭髮的男生我也很喜歡 哈囉 微君武愛 就是很棒 因為在經濟之國出來之前 第二季出來之前 第二季出來之前 我沒東西看 然後我就找山崎賢人 其他的劇 然後那時候 不是說我在看遊戲之子 也是2022才新出的劇 對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每個禮拜都 因為那個是每個禮拜一更新 然後我就是每次更新 就會馬上去看 然後我就一邊看著山崎賢人 然後就一邊等著經濟之國第二季出來 對 顏值高什麼髮型都能駕 但我覺得能夠駕馭長髮的 男生兵不多耶 我就是有長髮控啊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找山崎賢人演 那種跟遊戲有關的遊戲 因為遊戲之子就是 他是在做遊戲的那個 算是工程師嗎 就是做遊戲的人 但是 我覺得遊戲之子喔 其實 我覺得他沒有不好看 但我也沒有到特別推 我覺得算是偏好看啦 沒有到很差 就是大概 可以給個六分的那一種 但是就精采度的話 我果然還是喜歡經濟之國那種 就是很刺激的感覺 謝謝建國閃光星星 所以如果 對如果你對經濟之國那種 你知道直接激光讓一個人 就是勾待的話 你會從遊戲之子看也是山崎賢人演的 然後 他那個遊戲就是 對比較就是遊戲產業的競爭 可能就沒那麼血型 對 製作經費不同 但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遊戲之子也 也還不錯啊 就是 沒有那麼血型 但 也 不會不好看啦 嗯 只是我自己 喜歡追求一些刺激 對 對 米娜比較喜歡動作片 所以就像這種動作 我打人那種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欸我不知道欸 對啊 不要打架欸 可是我喜歡動作片 我喜歡動作片 然後我要出來 大家不要打架 對啊 精神分裂 我不知道欸 對欸 我自己說不要打架 然後我自己喜歡看打架的 遊戲王的那套 對啊 不要不要為了我爭吵 捍衛任務的話怎麼辦 捍衛任務 看什麼樣的任務啊 我喜歡動作片 這樣我才能勸架 不要為了我斬草 怎麼辦 兩邊都是男神 不要打架是不是也是穿成 對啊 我剛剛 我剛剛就想到 而且重點是我 之前 穿青蛙妝的時候 也素顏 就是 但我今天有畫一點眉毛 你們有看出來嗎 對 對啊 為什麼 我每次穿青蛙妝的時候 都 都是中午欸 是不是 我每次穿青蛙妝 都是中午直播 然後 就那種剛起床 乖 乖 然後一臉剛睡醒的樣子 然後沒怎麼化妝 Oh my God 對欸好可怕 有一種既視感欸 我是想到粉絲剪的那個 精華 嘿嘿嘿 素素的超可愛 素素的男 而且我今天 直播前我還特地把我的眉毛修繫了 因為我眉毛真的太濃 我已經把它修繫了 突然注意到眉毛好濃 我這 我已經我真的剛剛直播前 我把我眉毛修繫了 真的 我真的把它修 因為我眉毛是很 原本是這麼厚 我把它修了這樣 現在的寬度是這樣 我上次去住面面家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在面面家借住了一晚 其實面面看過我素顏很多次了 可是因為可能我現在髮射很淺 然後我也是卸完妝之後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的眉毛跟髮射真的很不搭 對 面面對我的評價就是 那個眉毛很濃 潘姿怡是什麼 什麼都好 這是眉毛太濃 我真的 而且我跟你們講我真的 我真的是眉毛太濃 就是我每次素顏的時候 奶奶跟我講話的時候 他都不看我的眼睛 他就會看著我的眉毛 然後就 眉毛很濃 你這個蠟筆小心 他都會這樣子 就是目光會不小心被眉毛吸走 這 眉毛太濃 但因為 應該是遺傳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眉毛更濃 而且他那個 我爸的眉毛真的超級濃的 而且他有一根這麼長 就是往前 有點垂下去了 然後他都 我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剪掉 他都跟我說那個不能剪 那個是什麼 就是長瘦 剪掉的話不行 會有損那個什麼 就是運勢還是什麼 他這裡有一根眉毛 長超長 而且我以前就已經很長了 我爸爸已經 跟我分開十幾年了 他十幾年前 那一根眉毛 就已經 就已經圍長 然後 在三年前回澳門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 這麼長 我最近三年沒見他 他現在可能已經這樣 他就很像 你知道那種古代 在那種山裡 修行的那種仙人 他們的眉毛都會超級長 然後坐在瀑布底下打住 這個眉毛不可以動 他會有損我的氣 會越來越長 就很長啊 從以前就很長啊 他又不剪 我是不管 我是小 我是女生 我是美少女 你看過一個美少女 然後他眉毛有一根這麼長這樣子嗎 而且我已經 我真的 我真的 因為眉毛讓我看起來很像小男生耶 就是我好羨慕 我好羨慕其他成員們 大家的眉毛都細細的好 秀氣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的眉毛就很濃 都是眉尾 沒有我爸的那個 我記得長得蠻前面的 不是在眉尾 這樣是不是有模仿過小星 誰模仿過小星 我是可以啦 龍眉加臉頰就是蠟筆小星 大姐姐最喜歡漂亮的大姐姐 蘿莉跟我 蘿莉也不錯 可以左右各一個 然後綁蝴蝶結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把我的眉毛綁蝴蝶結 你以為 龍眉綁了蝴蝶結 就會變得比較少女嗎 黑暗裡的秦摧大小姐 是龍眉 可是我跟你們講 動漫裡的龍眉 它都是不會 很少是全黑的吧 我記得都是那種金色 像那個小魔女 Doremi裡面不是也有一個 是那個什麼誰 小桃子還是誰 也是龍眉 Ina原本也有一個眉毛特別長 但是被剪掉 我是沒有 我是平均都 平均都很 濃很長 對我 你們知道我剛才修眉毛是很辛苦 就是要把上下修一修 讓它看起來細一點 然後還要稍微剪一下 讓它不要那麼長 不然真的太濃了 每次開播都有蘿莉控發炎 我懷疑你們 挖坑給我跳 眉毛可以懶嗎 有些人會懶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蠻不舒服的 因為眉毛跟眼睛很緊 會有那種眼睛被熏到的感覺 而且眉毛長很快啊 我不知道我是長蠻快的 就是一個禮拜就要修一次 眉毛會越剪越長 可是不剪就會跟我爸爸一樣 他眉毛真的已經垂下來了 配合喜好開話題 配合喜好開話題 這就是挖坑吧 我好像蘿莉 蘿莉眉毛有這麼濃的嗎 我在坑內跟你們招手 請問我可以出坑了嗎 是蘿莉嗎 不是啊 團裡面的蘿莉就只有 就只有小羽而已啊 團裡面的蘿莉就只有小羽而已 辰辰的話 算是比較成熟的蘿莉 但 辰辰 辰辰可以算蘿莉嗎 辰辰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蘿莉耶 怎麼辦 算他講話很壞 雨林長的蘿莉 但雨林不是蘿莉啊 他現在是辣妹 他現在不是蘿莉 很壞 辰辰對我很壞啊 辰辰都會嗆我 辰辰 不安 還有14歲的彤彤 可是彤彤 他太高了 比較沒有那種小蘿莉的感覺 而且他講話也偏穩重 嗯 我覺得蘿莉是一種給人的那種 氛圍 年紀是一個 但是給人的感覺 就是不是說14歲你就一定是蘿莉 像橙橙其實剛進來他也是偏成熟的 但是我覺得他身上還是保有一點 就雖然他偏成熟 但他身上還是保有小朋友的那種 蘿莉的可愛 小羽可能再過兩年就比我高了 那他就 他就要享受最後的蘿莉時光 對 等他比我高了 然後我再抱著他 小羽你好可愛 也可能有點奇怪 辰辰跟靈翼搭配很有破壞力 我不要跟他們搭配啊 辰辰跟靈翼一搭一唱 我肯定被攻擊的體無完膚吧 他們兩個都很狠 我肚子餓了我想要吃包子了 我去微波一下 就好 等我一下 一鈴也很小一隻 可是一鈴他很成熟耶 一鈴很成熟 一鈴都是對著成員都會說 哇大家怎麼都那麼可愛 啊前輩好可愛 然後想喔 對就是他有那種姊姊的感覺 好我就 壓住我的包子 我要放在哪裏呢 耶 小蝶 有人偷花紅包 謝謝 調戲前輩 其實我覺得我本來就 在三期或是二期前輩 本來就沒有什麼前輩的樣子 謝謝翔翔的啾啾鳥 他啾我的時候我看起來好素 又沒有塞好 謝謝博承的文首禮 我剛剛說到哪裡 對啊 因為我常常 就是我一開始 我說過我不太會主動跟 就是 那時候你們問我說跟三期熟不熟 我都沒跟他們講過話 對 可是現在的話已經 就是什麼可以亂講 因為 就是我這個人喔 我一開始就是想說要保有一點距離感 可是只要稍微認識我一下 我就常常會耍笨 就是 就是各種 就是藏不住 過年我不能回澳門 蛤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要跟大家介紹我最近的早餐 黑豆粉 因為我之前不是黃豆過敏嗎 然後 我之前都是買超商 超市裡面的那種 就是一瓶一瓶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黑豆的常常都賣完 然後我就不得不只能選擇黃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黃豆過敏的人很多 反正黑豆的常常都買不到 所以我後來就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黑豆粉 我就買了 所以我最近早餐都是 泡這個 這個很好喝 是一個很健康的味道 黑豆粉不便宜 還好吧 你看 這一包我記得好像120而已 可以泡很多次啊 就是比起你買那種罐裝的 罐裝的一罐如果算40塊 你買三次 這個還可以泡更多次 還更划算 我都在這邊 我找一個 傳奇會叫米娜前輩還是吉階叫米娜 都叫我前輩 我懷疑他們不知道我的名字 所以都叫我前輩 我剛剛好像是不是水加太多了 好像還行 好的 現在不知道放哪 在夜放旁邊 爸爸媽媽確診 哈這個 哈囉 玉兄 哈囉 你的話題會不會停留太久了 這個已經 我爸媽確診 這已經是半小時前的話題了吧 他們確診 So what So what 我過年回去 他們已經好了啊 在說什麼呢 小孩子 小孩子 會不會有天熟到直接叫米娜 我不介意啊 我不介意 他們公演有說到 什麼 他們公演說我什麼 說我什麼 是不是說米娜前輩都傻傻的 是不是說米娜前輩一直騷擾小語 然後哭味 緊握期的眼中 好了我的包子應該好了 但是我想要去洗一下手 我有點 休止病 大概等我一下 我去洗個手 想要去洗個手 是最好的 你陪我 幫我接受時間 你沒有完美 你明明 这边多美 只问写下所有遇见 你留着洗碎那一夜 要好的展现 你真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为放纵泪 好距離來了 是不是有點暗啊 調太亮了 我平常吃的時候 會先微波解凍一下 然後再去氣大哥 他就會表面會脆脆的 剛剛昨天氣大哥 拿去樓上洗還沒拿下來 所以就這樣子吃 謝謝 榮哥的豬豬牛 沒有就是喜歡那種 表面脆脆的 謝謝榮哥掌聲鼓勵 這個 芝麻的 這樣能吃得飽嗎 可以啊 吃包子會圍一圈吃嗎 不會 為什麼要圍一圈吃 他有11 謝謝小眼目的文首領 文首領 文號門會開服嗎 不告訴你 和你在什麼都不 首先吃皮吃到鮮快掉出來 對 吃包子就是要這樣 因為我最怕就是什麼 吃到 把鮮都吃完 然後最後剩皮的話就不好吃 你哪是手吃派的 也不是耶 其實 平常在家好像不直接咬 可是 因為在直播的話 咬的話嘴巴會很髒髒的 所以才用手勢的 我喜歡甜包的還是鹹包 看精神 有時候會突然好想吃肉包 有時候會突然很想要吃奶黃包 好 其實芝麻包我還好 我覺得芝麻包有點乾 因為這個是鄰居阿姨的愛心 所以 還是要吃掉 很難會去握手會找米奶 對 我現在還有兩部肉麥中 希望大家可以 有空可以填一下 我只會來教我玩 放下玉安的告白祈求 謝謝博承的賀魯迅之夢 12月reset第一次看現場 哦 還好有看到 這個月就最後一次了 千秋了之後就沒有reset過了 謝謝周恩的鍾情玫瑰 對 鄰居阿姨的愛 鄰居阿姨什麼都有 超好的 謝謝薇薇 我覺得很像是黃金果愛 不是 這個就是會給很多肉的愛 那都怕我沒有吃肉 所以會拿一些肉給我 有時候是他自己滷的一些什麼滷肉 蛋白質啊 你們亂取名字 我的芝麻包跟 這個剛剛泡的黑豆 蠻搭的 就是一個養生的味道 是不是有點暗 開一下歌 有點真比較好看 我是覺得芝麻有點乾 我沒有很愛芝麻 這組合好早餐 這個組合 我自己是不會買芝麻包當早餐 因為好乾 巧克力包我蠻喜歡的 芋泥跟豆沙我也還好 我覺得都偏乾 芋泥可能還好一點 豆沙好乾喔 偶爾吃可以 以後有也不一定去人班了嘛 以後女色 現在這女色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很久耶 至少現在都是先跳手牽手 髒髒包 不是不是髒髒包 就是那種龍眼巧克力的包子 那個超好吃的 欸 我剛剛掉芝麻了 而且不知道掉到哪 啊地上 掉地上了 我等一下拆 先吃完了 因為我現在 拆的話手就髒了 懷念以前跳過的歌 我也很懷念耶 我懷念明天空那時候跳那些 那什麼心形病毒 我都 天使的尾巴 都幾百年沒跳了 掉芝麻好像某個燕魚 有什麼燕魚去幹 我還是直接咬了 因為現在用脖子的話 太容易 掉芝麻 你不會沾到嘴巴 你們要跟我說 吃燕魚哪有不掉芝麻的 吃包子哪有不掉芝麻的 可是我剛剛芝麻是整坨 直接掉下去 好煩喔 一直有一個怪人一直在問很煩的問題 我要把它BAN掉嗎 就無視啊 我真的 還是是我誤會人家 怎麼辦啊 我要怎麼辦啊 不想回耶 可以肉壓起來 不要 不要 新年第一本 因為我在想也許他不是怪人嗎 只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一直覺得他問的問題都好怪 但我剛剛前面都回答了 我很怕我誤會人家 人家真的只是拍話題想聊天 對 但卻被我當怪人 再留他一下好了 畢竟他沒有什麼冒犯性的人 只是很怪 哈囉朱里恩 午安 我好乾喔 我覺得怪就是怪 我覺得我前面還有回答 你們應該 我不知道耶 我再觀察一下好了 跟美一樣 覺得美就是美 怪就是怪 就像你們覺得新外裝很怪一樣 你們見怪不怪喔 我說對於奇怪的粉絲嗎 奇怪的留言 對於奇蹟 對於奇蹟 那時候穿也不會覺得怪 對阿 我覺得就不怪阿 就是很普通的一件 冒踢嗎 而且我那時候本來有想要帶其他件 可是因公司要求他們說 他們說 他們說 覺得青蛙裝很好 我想說我還有其他 姐姐我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衣服 那他們覺得青蛙裝蠻特別的 特別嗎 青蛙裝很普通吧 就是 隨便走在路上十個 大概就有 八個是穿青蛙裝的 就頻率大概就這麼高 所以我就想說 青蛙裝很普通耶 那姐姐他們 想要我戴青蛙裝 很普通耶 但太陽眼睛我特別跟奶奶戒的 你知道嗎 我為了讓他成為 最有 Superstar感覺的那隻青蛙 那隻巨星巨蛙 特別跟奶奶戒的那個愛心眼鏡 給他做搭配 整個氣場就起來了 很多時候搭配我們 就是你知道 一個簡單的小配件 就可以讓整體搭配加很多分 青蛙裝大流行 對啊 你們一看握手揮的時候 都好多青蛙耶 最早在倉主國是這樣 你走在這邊 十個有八個 又穿青蛙裝了 你看看是KUNUN的啤欄 harvested花 那種KUNUN的啤欄成花 我一看做是 你也搞定花 口感葉擂不著 KUNUN的啤欄成花 那種KUNUN的啤欄成花 那種KUNUN的啤欄成花 青蛙祝和感想 青蛙應該很開心吧 他們正在佔領就可以來聽 下次還有他想帶什麼服裝給其他人看 其實我衣服真的很多 就像那時候我抽到那個肉肉的那一套 我也覺得挺普通的 其實說真的我抽到誰的衣服我都不覺得奇怪 面面那種很可愛的類型的衣服我有 肉肉的衣服我覺得也挺普通的 因為像那種豹紋 動物紋 斑馬紋的服裝 其實我也都有穿過 只是不見得有沒有PO在IG上 其實我都有穿過 我覺得那一種類型我可能反而比較少 不知道我穿起來是怎麼樣 我好像比較少穿全素的 整身全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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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new 而且我覺得比起服裝喔 我這個人發自內心的那種怪 已經超越了外表服裝上給我的怪 你們懂嗎 就是我這個人就是 我內心的那種怪 已經怪到你不管給我什麼服裝 你好像都不會覺得奇怪 因為他的內心 對我的內心更是個怪人 所以我已經不管穿多怪的服裝 你都不會覺得我很怪 因為內心內在更怪 那個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 是不是 是不是挺了解自己的吧 我好像又掉了芝麻了 他真的太乾了 而且他地板都是黑的 然後牙齒也越黑了 新的一年專有了怪人的術 一直都有啊 我一直都知道我很 獨特好不好 不是怪 Mina穿義雲那套會覺得很快 不會啊 我們那時候去錄完全娛樂的時候 我跟義雲就是穿Y2K的風格 我還綁高雙馬尾 就是這個風格 這我來說也很OK 我之前沒有風格不能駕馭 對啦 反而是 雲爵那種整身黑的 我好像不太穿 我之前有穿過整身黑的 就那件 我一穿奶奶就說 我看起來想要去穿 那個桑梨的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不愛穿 那我好像也有穿過 但就不會 我之後就不穿啦 我就不太 不太習慣這種風格 我就是喜歡穿的 我比起深色 我更喜歡淺色亮色系的衣服 那天馬展不還在啦 只是就 比較少穿 全黑的蜜奶有啊 請看 幾月幾號直播 全黑的蜜奶 我覺得穿全黑也很看髮型 就比如說我已經穿全黑了 我就不會讓頭髮是 黑場子的狀態 我可能會 綁 綁個丸子頭或是什麼 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死氣 層層活潑一點 我覺得髮型蠻重要的 就像拍生血針也是啊 就是 我一直就不太 喜歡的一點就是 生血針只能固定用公式法 因為我自己覺得 生血針 生血針 生血針每個月的 主題都不同 但是不同主題有不同適合的髮型 像我們之前不是有一次是什麼 父親節穿西裝嗎 那 我覺得如果是西裝的話 我會想要把劉華整個梳起來 弄一個比較俐落的髮型 但是只能用公式法 然後甚至有些成員是雙馬尾 然後穿著那個西裝 看起來真的是超級違和的耶 但沒辦法 因為好像AKB的規定就是 生血針就是公式法 這樣子 但我自己覺得蠻可惜 因為我覺得髮型是一個服裝的 精髓 比如說還有一次是那個什麼 令和偶像 就是走一個復古風嘛 那我覺得既然是走復古風的偶像 那你頭髮就應該要吹那種 你知道 半屏山 就是越復古越好 就是我覺得髮型 是幫一套服裝加分的重點 但是 因為規定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髮型 我就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髮型真的蠻重要的 但沒辦法 因為規定就是規定 但如果髮型可以換的話 我覺得更好 不然我每次都會覺得 啊 就 如果這一套服裝是 配什麼髮型的話 就該有多好 因為我自己是會 就是搭配的時候 也會連髮型一起 想進去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只能同一個髮型 很可惜啊 就少了一點味道 髮型真的是蠻重要的 雙馬尾我也可以綁啊 比如說 是那種比較 可愛夢幻的主題的話 就可以綁啊 我芝麻掉到袖子上 蛤 掉了嗎 我怎麼 這被我甩掉了嗎 我現在才看到留言 是 但是要說我是個時尚人嗎 我也不認為我是耶 因為我其實就是 我大概 知道時尚流行什麼東西 但我不見得想要照著做 你知道嗎 我知道現在外面流行什麼 但 我是喜歡穿這種青蛙裝 我覺得穿得很開心啊 我剛剛就快樂青蛙不好嗎 就流行的話知道就好 但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做的是你的選擇啊 我還是喜歡穿自己 舒服的衣服 謝謝追蹤 有自己的風格很棒 是沒錯 可是可能 在一般人眼裡 你會覺得我好像是一個 穿著偏怪的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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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要出去拍照 去什麼地方 我一定會先查 那個地方 長怎麼樣 他的頸是怎麼樣 然後我要搭配什麼樣的衣服 你才不會被背景吃掉嗎 比如說 我不是聖誕節時候去那個華太明廳的 他就是聖誕節的布置 他背景就是一個 紅色 聖誕節的紅色 如果你再穿一個紅色去 那你就會融入背景 所以我到時候想說 背景那麼花俏 那麼鮮明的顏色 那就穿個純白的 就比較不會被吃掉 我每次都是 出去之前都會 嗯 大概想一下那個地方是 頸是怎麼樣 然後我要 我會想像我自己出現在那裡 應該是什麼樣子 然後配什麼髮型這樣 而且追蹤 這家追蹤的 滿嘴芝麻的主播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社團課可以去看一下 那怎麼辦 再回顧一下今年 然後 我就打開那個 TP社團課的那個 Playlist 然後 點進去總共目前出了5集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感覺 我好像很常去錄社團課 可能因為沒有其他通告你知道 我就很閒 很常被找去錄社團課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 目前出了5集裡面 4集都有我耶 我想說我出現的頻率會不會太高 但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大概就是因為最閒 所以都會被找去抽數 當然除了聖誕節的那個企劃 是我自己報名的 其他應該是剛好很閒 拿著包包 我真的真的必須要 跟大家解釋一下 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我跟你們錄那個 等一下好乾 我要先喝一下 一直在體驗錄社 對啊 我明明自己都是一個很專一的人 我加入一個社團 我就不會再玩其他社團 因為我沒辦法 分心做那麼多事 所以我現在超多社團 我必須說 因為那天的腳本原本是給說 就是呢 所以一開始成員會先抽籤 然後就換上你抽到那個人的衣服 然後開始拍開場 原本腳本是給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那天晚上還有要在公司練習 所以我就直接穿著運動服 因為我想說呢 反正 到時候一開始就會抽籤 抽籤就是快轉拍掉 然後你就會換上別人的衣服了 所以我就直接穿了一個運動服 而且我還有 我跟他們講 我有先問過拉瑞姐姐 我就說 那一開始就會跟成員交換衣服 所以我來的時候是可以隨便穿的 他說對可以隨便穿 結果去了之後他們才說 後來他們再想了一下流程 我覺得一開始就換別人的衣服 自我介紹好像有一點奇怪 所以就變成 上半場還是先穿著自己的衣服 對啊 我覺得我被你整耶 然後我超生氣 我跑去找拉瑞姐姐 我就說 你不是說可以隨便穿的嗎 然後他就說 我有說隨便 但我沒想到你這麼隨便啊 就是 我不知道 我有很隨便嗎 我那時候真的是 一件T恤運動短褲 然後我這樣走進來 他們說 你今天要這樣錄 我想說你不是說隨便穿嗎 我不知道啊 我很生氣耶 我真的很生氣耶 就是 不是 他們想說 一般人的隨便可能就是 就是一般的師傅 可是沒有 我的隨便就是一件T恤 然後 短褲我就出門了 對 對啊我就是 我就是 我不知道 要那樣子錄上半集啊 他自己 原本腳本上面寫說 一開始就會先抽衣服 先換掉 所以我就想說隨便 我就直接這樣過來 所以我才知道要這樣拍 對啊 那不就還好我那件背心 那件包包背心跟衣服 還算搭的起來 那我真的我整個大家都穿得好 好好看喔 然後我來我覺得我整個就是 我整個就是路過你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講我那天 就是還小睡過頭 對我冬天真的是起不太來 小睡過頭 然後我就是在捷運上化妝 然後頭髮 也 本來我是打算要捲頭髮的 我想說時尚的話 捲頭髮比較好做一些變化 然後結果那天整個來不及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起床之後就這樣子 就出門了 我那天頭髮就長這樣 瀏海 隨便夾一下 然後頭髮這樣子 就亂撬 根本就 就很糟糕就對了 然後我在捷運上化妝 然後過去 然後就是一眼剛睡醒的樣子 然後就 我今天穿著這個運動褲 運動服要拍喔 所以我一開始為什麼 給自己那個設定 是因為我真的就是 那種剛睡醒 然後很臨時被抓進來 然後就 然後我就穿著那個 然後背著一個包包 你們要一個時尚單品是不是 他剛好這個包包可以當背心穿 就 對 然後加上我的青蛙帽地 就是我平常本來就會穿的 就是 所以我那天整個設定就是 也不是特別設定 但就是剛好就是這樣子 我那天看起來真的是太糟糕了 我本來真的有想要弄頭髮 就完全來不及 馬上加人設 馬上加人設 對啊 我真的我倒這樣 我還是覺得我被整耶 不是說可以隨便穿的嗎 結果大家都穿那麼好看 大家都穿那麼好看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運動服 運動服這樣進來 好不說了 吃個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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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合子 這回合子 反正事情的前因合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樣 我基本上跟臨時 我看起來就在旁邊練舞 臨時被抓進來 沒有什麼兩樣吧 而且平常練舞的時候 也不會特別弄頭髮 那些背心的連結不是在網路買的 可能買不到 不過像這種多功能的背心包包 其實網路上我也有搜尋到 只是不是同一款的 好像1200就有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真的蠻方便的 是不是 是不是很生活 你看李嘉莉只給我2分 李嘉莉只給我2分 他不懂時尚 對不起李嘉莉 這個不便宜耶 但他真的很方便 我不知道這個原價多少 但是我在網路上找到 這種包包跟背心可以兩用的 要1200最便宜的 對不對 但你看這是不是超級實用的 這很方便耶 而且重點是還蠻好看的 那天竹竹剛好 有事情沒有辦法來 我好像有想說 時尚研究都要有竹竹 如果是竹竹一定會得我很高分 完全不同的類型 這怎麼講 因為李嘉莉就很喜歡那種 公主風 公主風 可能蕾絲或是什麼這樣的衣服 但這種衣服 我也不是沒有 只是我不會日常穿這樣 但是我就是 喜歡實用的東西的人 公主裝 李嘉莉那也不能算公主裝 公主裝應該是蔡雅恩握手會穿的那種 比較公主裝 李嘉莉那也頂多就是 比較像是日系女裝會有的那種 日系高級女裝的那種感覺 很Lady感 那些阿法裡面很像 紅磅 不過李嘉莉都滿粉粉一棒 有人想走 歡迎 好難要喔 穿不下去 要派水吞下去了 我覺得午餐就一個芝麻包買 對啊 家裡沒電光嗎 有啊 都為了一口包子 拿著電光針 太多此一隻了吧 他補口紅 好漂亮 擦了口紅就整個都 嘴唇很亮 謝謝小寶貝和蜘蛛牛 謝謝小寶貝和蜘蛛牛 口紅真的是 太重要了 特別是沒化妝的時候 只要有口紅 就有氣色 謝謝周寅的豬豬牛 謝謝小寶貝和蜘蛛牛 謝謝龍哥的豬豬牛 好 其實喜歡公主裝嗎 我 還好 其實我想想 我自己有沒有特別偏好的服裝 好像也 特別偏好的服裝 好像就日常吧 就日常的那種服裝 沒有特別偏好 就是日常的那種 因為像公主裝那種 我覺得平常穿出門 對我來說有點太浮誇了 而且因為我每天出門都要騎腳踏車 其實穿裙裝的話 不太好騎腳踏車 應該說我出門 穿搭的時候比較考慮的是天氣 比如說今天 下雨的話 那我就想說 那我今天出門 我就要穿我的 那種馬丁靴 就比較防水 然後再想說 那馬丁靴的話 我要配 今天的天氣幾度 配什麼衣服 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今天 比較稍微冷一點點 然後也下雨的話 我可能就要穿我的皮的長靴 長靴再更保暖一點 然後也是看今天天氣幾度 配什麼樣的東西 對 然後比如說夏天的時候 太陽很大 因為我出門要騎腳踏車 所以 太陽很大 我又不想要特別把腳抹防曬 但又想要防曬 那我盡量就不會露腿 就可能就是穿個 要嘛長褲要嘛長裙 就是不 不會讓腿曬到太陽這樣子 然後如果今天天氣陰陰的 那剛好可以露個腿啊 然後 比較薄的長裙 反正 基本上我穿大 好像就是 主要是看天氣 就是有沒有下雨 濕度怎麼樣 然後天氣幾度 來想 就是從鞋子 然後再想衣服要配什麼 比如說下雨天的話 我盡可能就不捲頭髮 因為如果捲頭髮的話 很容易就變直了 所以主要是看天氣啦 但是像公主妝這種 對我來說真的 比較 原來等一下 而且我第一次有李嘉莉 那個風格在你們 撐著做公主妝喔 反正如果是那種的話 我就覺得 只會 我只會再參加重要的 重大的 活動才會穿 日常不太會穿 很奇怪啊 主要是他引人注目 加上沒那麼方便啦 一堆雷屬 腳踏車很容易勾到耶 勾到了 所以主要就是方便為主 但是我其實穿什麼服裝 我都能騎腳踏車 我之前穿長裙也是照其愛 就像面面那種很 迪士尼戲很可愛的那種服裝 我當然也有 但是 一樣不會是日常穿出門的啦 就是可能 大概就握手會吧 或是什麼時候能穿 有想要去拍 很可愛的什麼 咖啡廳可能會穿 就是主要還是看 對 看天氣 看溫度 看要去的地方 對 穿那樣騎腳踏車 會以為在拍什麼電影 穿長裙騎腳踏車很日系的 基本上我穿什麼 我都能騎腳踏車啦 因為腳踏車是我唯一 通往都市的那個路徑 雖然也是可以搭公車 但我真的不喜歡搭公車 好悶 我很容易暈車 對我不知道那個要怎麼 叫什麼戲 就是迪士尼戲吧 活動在穿 或是拍照有需要的話 我是可以穿出門的 只是穿出門的時候 就要好好打扮 對 但我平常出門都基本上 不太化妝 就是蠻videal的 就是 大概就是那天那個狀態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 冒體啊 運動服 就這樣出門了 沒有特別打扮 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也蠻喜歡那種 是怎麼講 JK系 因為我沒有讀高中 高中的話 就是會有那種 JK那種制服 我就沒有體驗過 所以我是大學的時候 很喜歡那個縫狗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是穿那種 短裙 然後配那個 就是 吉西瓦 大學的時候 喜歡這樣子穿 但後來就沒有了 對 我的JK 是到大學的時候才開始 沒有體驗過穿制服 主要是那樣子 上課的時候也不用想要穿什麼 就是 每天都是 吉西瓦 穿起來放IG 我IG也有發過啊 其實你們要什麼風格服裝 我IG上不都有嗎 自己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照片 都放在那裡了 放在我的IG上 MINA0728 底線KP4G的TTP 有啊 我IG上有多少 吉西瓦的照片 我都還數得出來 那天的穿搭是什麼 有一個 戴著 卡其色貝雷帽 然後穿著咖啡色大衣的 然後那個不就是穿著襯衫 然後針織背心 然後跟灰色的百折裙 然後配吉西瓦嗎 然後學院一些 我都還記得 就翻我的IG啦 我都還記得 我就發過 而且還不只一篇 好幾篇都有 還有白色百折裙的那個 就發過 MINA的大祕寶 對啊我真的發過 水手服什麼的 也發過啦 我哪製沒發 我都有發啊 你們要什麼風格 我上面真的都有 你要青蛙裝恐龍裝 還是日常生活 公主系 都有 上面真的都有啦 但是還有很多沒有嘗試過的服裝 慢慢解鎖 總統好不好 但是一千多篇貼文 真的夠你們找了 慢慢找一定有你喜歡的MINA 不管是你要短髮的MINA 還是長髮的MINA 真的上面都有 不管長髮控 短髮控都能滿足你們 對我現在真的很像在賣什麼 好像在賣什麼商品一樣 對啊我真的算風格很多了吧 而且我覺得 嘗試過的髮型也真的算是 數一數二的多了耶 暗黑系 怎麼樣算暗黑系 你說什麼什麼 暗黑系 我之前萬聖節那個算暗黑系嗎 妝容算是吧 第一次看MINA的IG貼文 是高跟鞋作者的 高跟鞋作者的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高跟鞋作者是什麼意思 你說我穿著高跟鞋作者 的意思嗎 一邊長一邊短 我為什麼要留這個髮型 發生我最近頭髮留長 然後才很多人跟我說 覺得我還是長髮好看 我想說真的嗎 因為像黃蜜蜀 他就說他覺得我長髮比較好看 品漢也是覺得我長髮比較好看 然後黃蜜蜀的原因是 因為他說我短髮的話 長得太像老鼠 長髮比較像人類 是嗎 是這樣嗎 我最近也有意無意的問了奶奶 覺得我長髮好看 還是短髮好看 然後奶奶就說 我喜歡你圓圓的樣子 然後我就說 所以是短髮吧 所以說我短髮真的有長得很像老鼠 是不是 長髮看起來臉比較小 是嗎 我覺得還是很圓耶 中長髮好 會不會喜歡短髮人跟奶奶一樣 因為我喜歡Mina圓圓的 像是長鼠 長髮是比較氣質 但我覺得長髮主要是能夠做的造型變多啦 不然短髮的時候我基本上就只能這樣子 內腕外翹也很少做 然後有時候燙捲 大概就這樣 能做的髮型真的蠻少的 短髮很驚艷 所以頭髮就是要這樣啊 就是剪短在流長 剪短在流長 大家才不會膩 謝謝凱人 春春你 我就是要把長髮控跟短髮控的人都收割 我就是要剪短流長 剪短流長這樣 我應該長髮流不久可能又會剪短 不過我長髮可能 我不知道耶 可能還會再留一陣子吧 就是弄到我覺得我頭髮壞掉了 每天做造型弄到壞掉我就會把它剪掉 奶奶的俗語 奶奶沒有俗語啦 是我每次模仿就是惡意模仿 為什麼我長的那麼像一隻老鼠呢 快要1點半了 快要1點半了 大家要準備要去上班了 還有3分鐘 可以再聊一下 因為就是一隻長鼠 謝謝你的解釋喔 完全沒有解釋到 而且我昨天跟奶奶在家裡大掃除 然後 我就在打掃廚房 然後弄一弄 就是 因為廚房要洗東西 就是手都冰冰的 然後 就大概弄了一個小時吧 然後我就下來 然後下來之後 奶奶就 照慣例的就是 然後就說你想睡覺 然後我就說 我還好欸 我有想睡覺嗎 他說可是你現在臉頰真的很軟 我就 是嗎 然後就大概過了5分鐘 然後 我本來想說休息一下滑哥手機 結果花了5分鐘 我發現天哪我好想睡覺 然後 對 然後就奶奶我可以睡一下嗎 然後他就好了吧 你就睡吧 我剛剛就說你想睡覺了吧 然後 我就大概睡了 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我忘記了 然後反正我睡起來之後 我就 我就起來 我就說奶奶你捏 看看我現在臉頰有沒有變硬了 然後結果奶奶一捏 就 喔 你現在清醒了欸 然後他還很驚訝說 欸你的 你現在臉頰真的變硬欸 剛剛真的超軟的 有人發現過這個秘密嗎 然後我說誰會發現啊 就只有奶奶會這樣捏我的臉啊 對啊 而且重點是 他厲害的是 他在我自己 就是想睡覺的那個睡意 傳達到我的大腦 說我想睡覺 這個訊息之前 他透過我的臉頰 他已經感知我想要睡覺了 欸重點是 睡飽之後 然後 就真的變得比較緊緻欸 而且他沒說我真的沒發現 是真的 他說我臉很軟 我說是嗎 然後睡飽之後 喔 是緊的欸 好奇怪 結果我沒有辦法騙過奶奶欸 好神奇喔 我的臉頰沒有辦法騙人 好酷喔 臉頰是我的生理史 對啊 好神奇喔 剛剛說的那張貼文 18年的9月26號 是什麼什麼貼文 我好好奇喔 奶奶 臉頰打人 對他摸透我了 摸透我了 我真的 瞞不過他 奶奶竟然也有幫忙掃 我告訴你們 他的幫忙掃真的是 但是 我真的是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說 他幫忙掃 你知道我去掃廚房 然後結果他 他幫忙掃就是洗衣服 我說洗衣服 塞衣服 這不是平常日常的家 是你哪有幫忙整理 然後就開始顧著幼兒眼 他那時候不要打掃 那個就是我平常每天在做的 日常好不好 那哪叫打掃 明明就想說過年要大掃 他那哪有 這就是一般我平常在做的事 好嗎 真的是受不了他 我到現在還沒打掃完 家裡很亂 要趕快打掃 等一下要這樣繼續打掃 不能再拖了 我從跨年那天想說 欸跨年反正一個人在家 再打掃一下 然後就 最後也打掃一半 然後就想很累 然後就拖到現在一定1月2號 3號今天還沒掃完 好累 因為奶奶都不幫我打掃啊 奶奶每次 奶奶就只有洗衣服哪有 哪有在打掃 根本不算打掃好不好 奶奶是Mina的親奶奶 嗯是親姐姐 對 平常沒有在做過年做一下蒜油 欸拜託這種天氣 這種廚房還有什麼洗廁所 是最累好不好 他從來沒有洗過 那個水很冰 因為我們家就老舊公寓 他就沒有熱水 所以我們冬天寒流來的時候 洗碗是這樣子洗的耶 然後他從來都不洗 路人會以為我一直在罵長輩 是我奶奶好不好 如果是 別人的奶奶才是罵人 我的奶奶不是罵人 謝謝大家最終 反正最近就慢慢慢慢的打掃 奶奶有做家事已經很虛虛了 不是啊 可是我之前就說過 他唯一會做家事就是洗衣服啊 因為他自己發現自己沒有衣服可以穿的時候 他就知道要洗衣服 他完全就是為了自己 但reset看Mina臉沒有特別圓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到很圓啦 不對應該說 其實我是真的蠻圓的 只是可能reset 大家離舞台有一段距離 然後因為我又會用頭髮遮睡 看上去好像沒那麼圓 但其實我本人是圓的沒有錯 我必須承認我是真的很圓 對 謝謝翔A的緣分相戀 不去浴室裝點熱水用 就很麻煩啊 浴室在樓下 樓下才有熱水 樓上廚房是沒有熱水的 我還要一直這樣跑上跑下 都累得要是拿那麼重的熱水也危險啊 就是沒關係就輪水死死就好 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捏自己的臉 我都感覺 因為我就是很怕我那個就是 不知道哪一天膠原蛋白會變少 所以我每天都會觀測自己的臉 好像看月亮的陰晴圓缺一樣 然後早上起來就會這樣捏一下 然後我每次捏都覺得 是不是瘦了 可是 可是每次照鏡子之後 就是起床都是這樣子自己 用捏的感覺 然後我都覺得 好像露是不是有變少 可是照鏡子的時候又發現 其實怎麼好像臉還是很圓 就好奇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更不容易發現有變化吧 為什麼 就心裡做 對我一直覺得 像我這種 每天認真推臉的人一定變瘦了吧 我最近吃的那麼少 臉一定變瘦了吧 照鏡子的時候發現好像沒有 如果我哪天膠原蛋白流失了 臉變瘦了 你們真的要跟我講喔 我想知道我是從幾月幾號 或是幾歲開始 我的膠原蛋白流失了 因為我不是過年要回奧摩嗎 然後我媽媽就有問我想要吃什麼 然後我跟他說我想要吃 媽媽滷的豬腳 因為豬腳我平常在家真的超久沒有吃耶 因為這個豬腳貴嘛 而且滷也蠻花時間的 然後外面買一個什麼豬腳飯 裡面可能就一兩塊小小的 就好想要吃媽媽滷的豬腳 我想說我要補一點膠原蛋白 因為我真的很怕我的那個膠原蛋白沒有耶 就是我想要 我不喜歡臉頰肉 可是至少要是緊實的那個膠原蛋白 所以我想說過年回去要補充一點膠原蛋白 我要不要想你們了當然哦 Mina真的是很奇妙的聲音 你說我的臉頰嗎 我也覺得她很奇妙 沒有變瘦只是臉還是圓圓 高級推人 其實也沒多高級 就一百多塊的東西 也只是推心安的而已 帶一下澳門零食回來吃 澳門零食 大概也就什麼杏仁餅那些吧 多嘟嘴可以訓練臉頰肉比較緊實 我怎麼覺得你在騙我 是嗎 那我們還是要隔離嗎 現在好像不用了 好啦時間也差不多了 欸紅包搶完了嗎 喔還有三個 那等大家搶完紅包我們再關播 有研究嘟嘴可以緊緻肌膚 真的嗎 真的假的 等一下三人成虎 我現在有兩個人說 嘟嘴可以緊緻肌膚 如果有第三個人說 我就相信了 英國研究的 三人成虎 所以真的是這樣子 我信了 請問要怎麼嘟嘴可以沒有聲音 為什麼我嘟嘴的時候都會很吵的聲音 會這樣 現在小熊的啾啾牛 一天要嘟幾次 我嘟個十次 我再捏看看 等一下 我嘟嘴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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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難聽的聲音 叫 等一下 有超奇怪的聲音 是不是沒那麼快 是不是沒那麼快啊 我覺得還是很軟欸 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是想睡覺嗎 我覺得我的臉超軟的 就是 你看這個延展度 好軟喔 真的要長期訓練才好 不過我覺得我還蠻強嘟嘴的 跟練功一樣一時半刻是沒有效果 真的喔 我等一下下播我來查看看 看你們有沒有騙我 還有一天要嘟幾次 謝謝果醬 加了啾啾牛 我是吃香蕉果子的能力 我也覺得是耶 因為我很怕水 為什麼嘟嘴和鼓臉頰 嘟嘴不用鼓臉頰的嗎 喔 嘟嘴不用鼓臉頰 那要怎麼嘟 這樣很像什麼姜魚哥耶 嘟嘴不用鼓臉頰的喔 也是這樣怎麼嘟啊 等一下 不鼓臉頰的嘟 這樣沒有嘟嘴的感覺啊 好奇怪 嘟嘴一定會鼓臉頰吧 嘟嘴怎麼很不鼓臉頰 你們嘟給我看 性感的嘟 這樣嗎 沒有我不是一個性感 正常的嘟會收臉頰 是嗎 嘟會收臉頰 好噁心喔 不行啦 肚嘴怎麼可能不 肚嘴怎麼可能不鼓臉頰 我不知道怎麼肚嘴不鼓臉頰 太奇怪了吧 我無理大喲 做不到耶 好了我要關鍋了 趁最後一個紅包 我還要唸 今天的排行榜 我覺得你們鞋摸歪腳 你們在亂教我是不是 毒嘴怎麼可能不鼓臉呢 毒嘴是像 可是會鼓臉啊 這樣很奇怪耶 不太不懂 安念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 好人 謝謝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12名是 鄭元 謝謝鄭元 第11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10名是玉安 謝謝玉安 第9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8名是果醬家 謝謝果醬家 第7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6名是台 謝謝台 第5名是小管 麵線 謝謝小管 第4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第3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2名熊熊 謝謝熊熊 第1名是龍哥 謝謝龍哥 那 大家搶完最後一個紅包 我們就關播 下一次直播是 蘋果時候啊 下一次直播 今天是禮拜幾啊 我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幾 下次直播禮拜五 今天禮拜二好 下次直播禮拜五 晚上十點 十點呢 這是比較晚 大家不要記錯時間了 禮拜二晚上十點 請大家晚安 不是晚安 是我真的想睡覺 我覺得我真的想睡覺 臉頰難怪那麼軟 不是晚安大家 大家掰掰下次見 好想睡了我 大家 禮拜五 禮拜五十點見大家掰掰 不安 掰掰 講錯 我 我要戴青蛙 夢夢 欸 這樣看起來眉毛眉那麼濃 因為我蓋到底 欸我講到我剛才就帶個直播了 帶的比較好看了欸 來大家拜 喔 我們剛剛慢慢的 我們來的動作 然後再想洗一下